見到李慧琼這些混蛋打死他 但又要這樣說 打死他 他們要女兒 但又要這樣說 未定決他就定決他 否則我希望你們全家死罪 過不了2020年 我這次要講一點點 沒有準備講的都講 我們的口字 咒人死全家 我在過去這麼多年裡面 我常跟大家講 真的去到出事的時候 包括剛才那個肥佬叫張華峰 我女兒 通常我很少落井下石 甚至乎 當年我很多人很希望去死 那隻龍蝦 好像是梁振英 好像是梁振英的大女兒 誰是大女兒 還是齊恩是大女兒 我忘記了 即是大鬧機場那個 拿行李也不懂 其實你問我 問心 可能我們真的不夠狠 如果齊恩死了 我不會開心 不會特別開心 甚至乎梁振英的兒子 死了也不會特別開心 當然 因為梁振英會開心 我也會有些開心 但我不會特別開心 因為我跟他 他起碼沒有表現過甚麼悉恨 梁振英的兒子 我上個星期 大家見到在Facebook 我找我耳朵來世 我未知道是甚麼事 有些謠言我不會聽 亦不需要聽 亦不需要聽 在甚麼情況下 都是一個年輕人走了 我便見過他的兒子 當然 但談過兩句話 熟就不是熟 我亦都沒有給WhatsApp 一種不太好 每一個人是自己的人身負責任 我不知道在甚麼情形下 但如果有些意外 闖出 那根本是很難去 未必接受到 沒得防止 我看到 今天較早時 My Radio 出了一個Post 大約是這樣的意思 我快要繼續抗爭 在間靈藝 奮鬥 戰鬥到底 在這個時候 我覺得毓民一定要硬正 雖然我作為人父 怎樣硬正 但因為更加要照顧太太 太后 而當毓民的兒子 出了事來一輩子 我快要不敢看 我不想看 我看到很多是藍絲 藍絲 當然是說起話 但亦都有很多藍絲 我跟美意見藍原不切 但作為一個父親 我能夠明白他的悲傷 希望你好振作 藍絲 但我亦都見到黃絲 寫了些甚麼 Duray Lomo 那些 報在我兒子上 甚麼若然未報 老實說 當日 我和大家 我始終都有那種 商業上的計算 就是 因為我已經盡起 沒理由 你老母會回復理性 這麼想賓州 所以我和大家說 我都不是特別的 我都不是特別的 其實張華峰 我沒有甚麼特別的 只是蝦石 雖然張華峰是這麼想 是的 雖然周同學 如果你想想墮樓 在裡面 如果默哀也不能默哀 你看看 有時人很人性 好像侯強 他肯默哀 我都覺得有情過去一點 因為作為一個人 老實說 有時我見到一些網友 看到黑警被人打 我好像會因為老師 其實我是一年亡然的 當然黑警 我當然很想被人打死 但其實當你一想一步 大家香港人為何會搞成這樣 你真是覺得 你真是好人無謂 所有人在一起 快過年有甚麼要緊要過 一家人真的可以安安樂樂齊齊 好了 既然不幸的事發生了 你一些爭取民主的人 是不是爭取民主就大了 是不是爭取民主的人 就可以落井下石 說這些說話呢 老實說 這就是難堪之事 爭取民主之前 你也要做到一個人 不是 在民主路上 我仍然 都會呼籲那種 我真的要經濟自己 我不會因為那些思緣 我爭恨你 於是乎 我去踢你後腦 如果你在做正確的事 在政治上 我仍然會支持你 但是你作為一個人 你想想你70多歐 拿英國護照 郭卓堅 你真是一個 全家產 才是全家產 你真是一個老而不死 你不是賊的 你是應該 你真是全家死絕 我和你講 幸好我所知郭卓堅 好像有些小孩都大 在英國那邊 我不會揍你 我不會揍你 又或者有一天你的孫子 你的小孩出事的時候 如果別人笑你 就是 那怎麼辦呢 為何不懂張心比己 做人 做了70多年都未懂做人 這是人的基本 和理心 你那天看過那些藍絲 是藍絲 在嘲笑 恥小育品 看北風 仲子 都是年輕一點 就是那些年紀大 為甚麼呢 因為畢竟做了幾十年人 說真的 你知道嗎 每人有每人的苦 當然我們很苦 你猜 我不要說你計劃那些 死了的話很苦 你猜現在習近平很過癮嗎 你猜現在彭麗媛很過癮嗎 你猜現在林鄭月娥很過癮嗎 你猜現在鄧炳強很過癮嗎 我們每人都有每人的苦 我們希望 在一個公道的環境 給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 去生活 可以不用理會這麼多的事 然後比較 因為永遠都沒有 永遠都公平 比較自由 這樣去爭取自己的個人理想 去發展 都是以個人為本的最後 作為一個人 如果連基本的同情心 說得比較壞 我們在街上見到一隻狗 你也餵一口飯給牠吃 摸牠 或者抱牠回家 看看有沒有人要 而我不要說我擁有勇服 我就是在一個節目中吊齒你 你真是很懷疑 我希望你自己不是因為被人吊 而是因為真的有個覺悟 就出一個Post 道歉 不要因為是被人吊 是因為你想想 對不對 玉文我兒子有甚麼得罪你 太后有甚麼得罪你 黃毓民有甚麼得罪你 所以泛民這班人 老實說 就算他得罪你 那是別人家人 是啊 喂 就是做人底線都叫甚麼禍不及妻儀 做人底線都叫甚麼禍不及妻儀 你別人真的出了事 然後你講了這樣的話 這就是人 渣你了 謝謝 見到李慧琴這些混蛋 打死他 但是又要這樣說 打死你 他們的女兒 但是又要這樣說 做人底線都叫甚麼禍不及妻儀